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善多吉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远远流长,历久弥坚 苏里南是第一批同新中国建交,同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以及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加勒比国家之一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赞赏苏方始终坚定对华友好 中方也坚定支持苏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方欢迎更多苏里南优质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愿同苏方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拓展贸易、投资、农业、能源、矿业、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苏里南是加勒比地区华侨华人最多的国家之一 中方重视发展同加勒比国家关系 愿继续为地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善多吉表示,苏中友好交往历史悠久 苏里南华人群体为苏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苏中建交48年来,苏方始终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将继续坚定不移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 中国为苏里南抗击新冠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宝贵帮助 两国农业、卫生、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这些都体现了两国的高度政治互信和深厚兄弟情谊 极大助力了苏里南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 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和全球发展倡议等重要全球倡议 对维护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期待以此访为契机 进一步深化苏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苏方愿为推动加勒比国家同中国关系发展 做出积极努力 会谈后 两国元首共同建政签署关于经贸投资 绿色发展、数字经济、教育等领域 多项双边合作文件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里南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 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 为善多吉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